我们在这个Dantungunga 丢塞这个Footport 在一年前呢 就是去年的11月7号 我们这边不幸的 这个大火载 把这个整个Footport就扫毁了 可是事经一年过后的今天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 包括今天 这个整个Footport都没有 把它拆除 有要重建的这个意思 可是呢 我们在今年的4月中的时候呢 就有 地方政府就有 展示了这重建的图 就是企业应该开工 然后年尾应该完工 明年呢 这些小贩就可以重回他们的自成生活 可惜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 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呢 能够尽早的来 弱势 使到我们的这边的商家呢 能够尽早的回到他们的自成生活